GPD Win 4 版本 大家好, 欢迎回到那一份频道 今天就讲回GPD Win 4 过去有些网友都试过 买了一部机回来 突然发现, 以触摄影机为何会不成功 Restart 又没有事 但是, 久不久又会这样 那怎么解决呢? 其实之前都回答过那个网友 其实, 更新了一个 driver 或者更新了一个 BIOS 就已经可以了 GPD Win 4 里面的官网就已经有讲到 其实我带去旅行的时候 就遇到这个问题 但是在旅行的时候, 还没弄 所以回到现在, 有时间了 就搞搞它, 顺便拍片 分享一下 对了, 来到官网 就去按下注我 连续我会放在下面的描述 但是, 来到下注就拉下 接着呢, 就选GPD Win 4 OK, 基本上它也有视频 展示给大家看 这里也有讲怎样去安装 但是, 我也在这里做一次 对了, 大家可以 如果你自己想重新安装 Windows 10 Windows 11 都好 可以重新安装 这里有些东西下载 但是, 我们今天就主要是 主要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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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似那边的帖用 好像 这样, 来到这里 又有讲到大概是怎樣做的 我一会儿就 所以我就不再度一次 來到這裏,下載了 接著這裏,按這個箭墊 OK 下載,原來回到後面 提一提大家,在這裏它說明 如果你沒有這些觸感問題 其實可以不用升級的 但是升級了我又覺得 不是有什麼問題 只不過這個Version 3.05 就是用來解決這個問題 OK,我們現在準備一支USB 手指 基本上很小都可以 這個只有幾MB 我想你夠一GB都應該可以 好了,首先這個USB 就要先做FAT32 如果你知道USB stack是大於32GB 就不能直接在Windows上按FAT32 所以要用軟件 可以用Disk Genius也可以 可以用Niaomi Partition也可以 我今天試用Niaomi Partition 接著就選擇你的DRIVE 我這個64GB 在這裏按右鍵 Format Partition 接著選FAT32 可以改什麼都可以 或者WIN4 對,接著OK 接著Apply Proceed Yes OK,應該完成了 F drive F OK,剛才下載回來 那樣東西 在這裏 在這裏 Show Folder 對 先解一下 先解一下 將解一下這些 直接拉到USB裏面 就可以了 OK 基本上你只需要這兩個 EFI和WIN4 這個 這些是指示 對 OK 現在準備好 我們可以插這支USB 去GPD-WIN4 好了 先插一支USB 先開機 接著要用Keyboard 開機 接著按FUNCTION F7 一起按 按到它出這個畫面 接著我們就選擇我們的USB 按鈕 可以繼續安裝就可以了 弄完會關掉機 接著 如果它不自己reboot 我們可以穿回去 對 重新開機 需要一點時間 它不是壞了 等它撈 它第一次開是很慢的 OK 其實基本上這樣就搞定了 希望解決了那個問題 我都要時間試一下 它不再 現在進去BIOS 看看吧 對了 進來BIOS 進來BIOS 就是開機的時候 按Delete就可以了 進來BIOS 看到它已經升級了3.05 所以這個是現時最新的 希望解決了那個問題 今天簡單 update這個BIOS 就到這裡了 如果大家還有什麼問題 歡迎 在下面留言 告訴我 喜歡這條影片 請大家不給我LIKE 還沒按訂閱 按訂閱 再按按下小鈴鐺 按個新片 就要通知大家 如果想請我喝咖啡的話 歡迎透過支付寶 或者PayPal 或者直接加入我的Patreon 會員頻道 都可以的 詳細資料下面的Description 裡面有了 多謝大家收看 下次再見 拜拜 拜拜